荣耀归上帝,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 愿主致您常常喜乐,主恩满意 让神的慈爱都围绕着你,阿们 今天是4月5号星期二 让我们一起来读来自于克雷斯·欧亚克罗姆牧师的每日领袖话语的诗集 今天的主题是,值想象积极的结果 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 以福所书第三章第二十节 他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让我们来读今天的文章吧 人的灵是非常大能的 具有极大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要记得,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 他看起来像神也像神那样运作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你想象的能力就是你创造的能力 因此,知道了这一点 你应该只去想象积极的结果 拒绝为任何事情忧虑 忧虑会使你想象事情最坏的情况 忧虑会使你想象负面的可能性 你对这些负面可能性的想象使它们成形 忧虑使你所惧怕的成为可能 这就是神告诉我们不要为任何事忧虑的原因 菲利比书第四章第六节 你可能会说,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办 我不应该担心吗 不,只要拒绝忧虑 当你忧虑时,你就设立了一个职场 吸引着一切你所担心的事情 永远不要想象自己会因拖欠房租而被赶出家门 不要想象自己丢掉了工作 不要担心或恐慌你没有足够的钱 来完成你需要完成的事情 不要担心你所感受到的疼痛 可能会比你认为的更难处理 或者导致一种不治之症 永远不要带有或形成这样消极的想象 你所想象的就是将会成为的样子 把你的心知放在神的话语上 并让这些话语来掌控你的期望吧 阿们 和我们一起宣告吧 我有形成画面的能力 因此我从神的话语中 会自伟大并荣耀可能性的图画 并把它们说出来 我讲说平安 信圣 神圣的健康 救恩和得胜 并按照我在基督里 基业的真实而行 哈利路亚 如果想了解更多可以到以下参考经文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 菲利比书第四章第八节 真言第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就是我生命的主 借着他并他的圣灵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借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联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联系吧 我们下次再见